侧面还被 再来一个火 排点已经确定了 人就跳在了壁橱上 再来一颗地炮雷 简直绝望 拜拜了您 这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确实 蹦 结束 DT假设空里面倒两个了 跳过来的时候 刚好有个胎面 人进去了 一个侧身 打掉 3A队员过来补枪 再绕一波 但旁边Perry一再抽 6-1差一点点 3A 你要进攻 3A是摸了两个人 到假设空一楼的 好像人数一下子 变得差不多了 这样一打一 Oh no 打赢了 3A攻下来了 是的 他外面刚才 其实Perry抽到 他们一个人的话 就已经缓解自己 自己的压力 但一打一没打过 这没办法呀 这种不马枪的情况下 对手给了自己一枪头 是最绝望的 对的 就是你打的是 别人的胸口肢体 然后对手打的是你头 嗯 哇 巨幅 这个天霸的话 是又拿到一个 等于是旁边又路过了一对车 然后他又打下来一个人 这个巨幅的位置 直接就上来 这个时候 这个山真的不好呆 哎 这个山 两边都会冲好难栽的呀 这360度不过分吧 他想冲穷人去吗 还是说想去 是的 是穷人去 兽已经找到了位置 对 这山就是不太好过而已 因为两边的这个枪线 对他威胁太大了 只能说冲进来 冲进来一个不亏我 不过圈形压力没有那么大 没有制衡点 马路上还真不好呆 巨幅再往内部去摸 这件事情真的好 看着 因为从全体上面来看 就是只要我动起来 敌人的子弹就打不到我 就他这个车一直在开 刚才 原地打转 然后最后找了一个房区 还没有进去的时候 就被打开了一个 能补吗 还没有跳 移岛不着急 让队友先躺一会 这个车好像也没有完全封住门口吧 要是封住门口不是 你看 我就说这个地方真的很难 这烟封的有点辣 有点随意 不能说有点辣 他那个角度 因为门的开口 是朝时期的反方向 这个人头都是跑不了的 很难逃脱 天霸又来了 在天霸附近坐立学 劣势地形 就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不过妹妹很醉 直接把林树给打了 要搏 林树的身位 拉得有点靠前 小棠也倒了 还好旁边的小锤过来了 这波 救了一命 掉了一个林树 快 三个人还能打 这山头好在没人 现在只有 天鹿 是非常悠闲 天鹿很舒服 这个圈形里面很舒服 嗯 别看天鹿 他现在在安全 不停下角 但他等于的视野 接下来的衔接点 都很 据说这个马路 真的太难过了 这车赶上 这个时候就觉得 自己做啥都不对 上车也不是 下车也不对 进房子也很罪恶 在这种位置上车开 有请二号男嘉宾 DSS上场 车马上就要爆炸了 要到主堂这个位置停吧 脱口切了一个位置 车爆的一瞬间直接跳走 像是拍了一部好莱坞大片一样 看来这个堂弟弟就得直啊 这波浮起来之后 一颗雷就带走了两分加枪 美滋滋 是吧 把三全部给收下了 这么一想一次 一次被击倒换两个分 也不苦 难受的 他这个马路 就没希望了呀 北部剩好好一个 这位置没有发现他 他想要拿一分 跟上了想补人 屁股补人 有小崔指甲 被牙制了 这个位置不太好 露头了 直接打血 硬拖时间 这是天霸把这些信息忘了吧 或者说他们就知道 装面了 对啊 左上角发生的事情 天霸在右边怎么会知道 对的 提前枪各种压制 PK也打不了了 要被蓝圈收下了 鞋打得起来 开门再对 还是被蓝圈收下 刚好有个小反坡能呆 不过下一波 天霸 很难打 到这个互换 还没有出现导人的情况 再来 莱克雷 弹进去 想折脚 进来 没有伤害 是的 哇 天霸这波 以徒步上马路 他应该想以空头做支点 但是看哪 噴子打了一个 血很残 两个人在互换 互喷 再反进来 还有血打了 是的 这个时候 来 Round 2 这时候有可能是小北跟他最后再打药 所以他自己也要打药 听到了 哎 又碰到一枪 再来一枪 啊 小北 差一点 眼睁睁地看他在自己的面前倒下 我都要哭出声来了 差一点点就打赢了 真是没车了吧 就是没车呀 所以他们想 看到马路上有两个空头嘛 想的是以他作为掩体 还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进 但走到一半 队友死两个 这咋玩嘛 医院 这么高一个点 医院里面四把枪 是没了 差一分就一百了 留一分 杰弗洛卡 雷有了效果 杰弗洛卡近年 想要再来一颗雷去补人 雷丢过来了 再倒一个 这要压了 其实正常情况 应该是这个时候这么近 天 就是有人扔雷 往后 往后卡 真的就是我堵你的口袋里 没有雷了 杰弗洛卡要过来收分了 这两个人掉的 真的是太可惜了 天鹿要和EMT抢医院 外面这条反鞋的 掉了人之后 天鹿只能往小卖部里面 进行集合了 他们要在小卖部 去给时期压力的 是的 派入上山了 这样打过来EMT抢医院 空的面积就比较舒服 Para 想早一点解决 可以追击 没看到 底波的人没看到 亮KK 狮子 青蛙演了一波 注意力 在刚才 杰弗洛卡丢雷的位置 你知道刚才什么叫 失败的案例 和这个正确的案例 好吗 正确的教学 这个才是 避开这队友倒地之后 避开吃雷的问题 但你别往前拱啊 对手 道具非常非常多 是的 Para 需要动车了 两个KK 用雷 去逼掉了对方的进攻位置 Para 也是把实体兽收下 场上剩下四支队伍 Para 是唯一满边 但Para 是 要打最多架的人 所有人都在打KDF KDF已经在圈里了 他这个坑就是 不过小索的出枪倒了 但他位置差呀 是的 这就是机会 但啊 蓝圈还有50秒 刷新完击 已经顶到坡里了 顶到坑里去 再往前面去走 侧面其实有枪线了 马哥很有 小索还在抵破 侧面有天路的枪线 一直在输出 江阳 打掉了马哥以后 萨萨堵掉 两个KK 还是要冷静一下的 毕竟侧面有两根枪线 不是一根 两个KK开始混淹 用了一个EMT那边的枪线烟 先稳住 不让自己的屁股挨揍 用EMT的手 牵制一下 EMT已经过来了屁股 对 马哥要顶 小索正面已经出枪了 马哥倒地 马哥对EMT来说没掩抵 压回去了 没事 没关系 打完了 打完可以接EMT 刚刚马步 邦邦马哥 三打三打二 天路可以趁机会跑位的 闹了 第一把这个过点能不能打掉 萨萨一波扫射 他原地360度回旋了一波 然后硬是没有把他打倒 第一把扭头 小左补枪 哎 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角度 没问题 再来 哦 这红点 牛 真的牛 这种距离 左紫轩 左紫轩 左紫轩来的波脑背影是把脚羊给脑死了 天呐 真的夸张 又是头 这虽然是 这虽然是蓝KK的去角 但是最后的击倒是 这个小左 是的 但是这个时候问题是他倒了两个人 没少两个战斗力啊 一打一 一打一 全力打却外 我打头了 漏牙了 踩枪 这个时候我们和明显斯特拉已经怂了 就是他稍微的不对了 他感觉打不过了 小左 对了 是的 这个时候就是要勇于对枪 哎呀 这个著名的一号位小左同学曾经说过啊 没有对枪就没有tabby 没有tabby哪来的机会呢 这左紫轩